交接定性 學甲槍擊案始終沒有進度 台南警局掀開第一槍 撤換分局長 原本的分局長蔡忠昌 與保大大隊長劉全福職務對調 這警戒人士大地震 全都是為了他 他是槍擊案主嫌孔祥志 台南警方發布通緝令 認定他就是槍手 今年35歲的他是學甲人 也是家中獨子 先前因為負債變賣家產 償還債務 案發後卻不知去向 有恐嚇殺人未遂等前科 專案小組懷疑 上週發布通緝的昂姑洪正軍 是孔祥志背後的強勁人 涉嫌提供槍支教唆犯案 只是案發後 兩人都人間蒸發 那後來為什麼要再發布 這一個孔祥志通緝 因為不能光台南市政府警察局 再找而已 全國都要找 強調全國警力都必須投入 全力偵辦88槍的重大治安事件 不過先撤換分局長真的有用嗎 蔡分局長在這個過程當中 跟同仁的溝通我們覺得是不夠的 在歷練上我們認為他還有加強的必要 我會透過多聽多看多溝通 多勤走基層 多走動式管理 來達到這個優化內部管理的目標 槍解案偵辦沒進度 反而要先優化內部 換句話說警戒士氣受到影響 行任分局長林維受命 接下這塊燙手山芋 會不會對破案抓人有所幫助 外界都在等著看 新新聞聲明方黃毅軒採訪報導